你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计算机网络之探测所以 这一节呢,我们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TCP的拥塞控制机制 好,我们想一想一想 TCP要进行拥塞控制的话呢 可能面临着这样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来控制发送速率 对吧,我们说了 你这个进行拥塞控制的话 最基本的手段 最基本的手段就是控制发送的速率 这个怎么做 那为了控制发送速率 其实这个原理我们已经清楚了 我们在流量控制的时候就学过了 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要让这个发送方控制发送速率的话 限制发送速率的话呢 我们来设置一个变量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 优色窗口 就是CONG 就Congestion window 这样一个大小 这样一个数值 这样一个变量 然后的话 我们让这个 发送的最后一个bit的这个序列号 减去 确认的最后一个确认的bit的序列号 让他俩的X 小于等于这个数值 那我们通过改变这个数值的大小 是不是就可以改变 发送速率了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限定了那些 已发送但未确认的数据的量 对吧 因此 因此 我们这个 粗略来讲 粗略来讲 我们在一个RTT里边 会发送这个COG 这样的一个数值的 这些数据 所以他的发送速率 粗略来说 就是这个发送窗口的大小 拥塞 拥塞控制窗口的大小 除以RTT 除以RTT 所以他速率 粗略的就是这样 而这个 我们说这个拥塞窗口的大小 我们是要动态的去调整的 动态去调整 那调整的基本思想是什么 就是说 如果我们这个网络的这个拥塞 比较严重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 发的慢一点啊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窗口变小 变小 如果是这个拥塞的情况 拥塞的情况 比较轻 或者说没什么拥塞 那么应该把这个窗口调大 是吧 所以这样我们解决了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们刚才说 啊 拥塞 拥塞严重了 拥塞严重了 这个数据在网络上堵车严重了 那我们就慢点发 如果这个跑得很快 没有堵车 那我们就快点发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反映了我们需要能够感知 或者说判断网络的拥塞呀 感知或者判断的网络的拥塞呀 这个事情 实际上我们在前面讲可靠数据传输的时候 已经讨论过了 已经讨论过了 什么呢 就是我们可以定义一个啊 定义一个事件 定义一个事件啊 当发生超时 或者说我们收到三个重复ACK之后啊 这往往意味着我们说网络拥塞了 网络拥塞了啊 所以发生这个事件的时候啊 发生这个事件的时候 我们叫降低这个速率 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感知啊 来感知网络的拥塞的情况 好 当我们能够感知网络的拥塞的情况呢 以后啊 我们是不是还要合理的去调整这个发生速率啊 或者说合理的调整这个拥塞控制的这个窗口的大小啊 那这里边我们会有两个机制 一个呢 我们称它为叫加性增 乘性减 机制AIMD 或者我们把它称之为叫拥塞避免的机制 另外一个主要的机制呢 我们称它为叫慢启动 慢启动 我们来看一下TCP是这两种机制 是什么意思 怎么来做 所谓加性增乘性减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要采取一种谨慎的态度 谨慎态度 我们要谨慎的探测可用的带宽 然后的话呢 要谨慎的啊 或者说要线性的逐渐的去增加这个发送速率 一直到发生这个LOS这个事件 那为什么叫乘性减呢 是因为一旦发生了LOS事件就意味着它已经发生雍色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应该快速的把这个速率降下来 把这个速率降下来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不能采取线性了 我们可能要采取一种减半的方式 减半的方式 快速的把它降下来 所以这个AIMD 准确的来说就是这样的 我们看 就是说线性的将 每个RTT 我们会把这个拥塞窗口增大一个MSS 这个MSS是指最大的段的长度 最大的段的长度 那这个呢 我们把这种思想称它们叫拥塞避免 是我们慢慢的一边探测网络的可用带宽 一边逐渐的增加 从而避免一下的就把网络搞拥塞 同时也能避免震荡 是吧 然后成性减则是意味着 我们说当发生这个LOS事件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拥塞窗口减半 那直接把这个速率减半 是吧 这个速率减半 所以的话呢 我们说TCP的拥塞控制呢 它在运行的时候 它在运行的时候 可能就像我们这个图所显示的 所显示的 像一种锯齿一样的 锯齿一样的 比如说在这儿 它从这个 它从这个8K逐渐的增长 增长到20K左右 20K左右 这个这个窗口 硬塞窗口的大小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尖上 发生了LOS事件 所以看 它一下子就把这个速率 减到原来的一半 大概10K左右 10K左右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可以 应该说可以快速的把速率降下来 快速的把速率降下来 从而避免网络更严重的拥塞 好 那接下来我们讨论这个慢启动 慢启动 当TCP连接 刚开始建立的时候 连接建立的时候 它这个我们说这个拥塞窗口 一般被初始化为一个MSS 好 那我们来看这意味着什么 举个例子 假如说我们这个最大的这个断长度是500个byte 一个RTT上200毫秒 200毫秒 那这意味着初始速率的话呢 是20KBPS 是不是很小的一个数值啊 很小的一个数值啊 所以我们这个初始的数值呢 应该说是选的很小 很谨慎 很谨慎 但是呢 它这么小 可用贷款可能要远远高于这个初始的速率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采用刚启动的时候 刚连接刚建立的时候 如果我们采用线性增长的方式的话 可能我们需要很长的时间 才能增长到一个可用的贷款 那这是一种浪费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在它刚增长的时候 刚增长的时候 我们可能希望这个阳色窗口啊 快速增长 是吧 快速增长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定义了一个慢启动的机制 具体来说就是 当连接刚刚建立啊 刚刚建立 刚刚开始使用的时候 我们让这个阳色窗口的大小啊 从指数型增长 指数增长是很快的 对吧 那个比线性增长快快多了 是吧 所以我们来看啊 这个一个简单的算法描述 就是初始化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阳色窗口的大小设为一 所以对每一个啊 被确认的啊 被ACK的这个段的话 我们这个阳色窗口都加一啊 那实际上这就执行了一个指数型的增长 你可以思考一下 来看图啊 来看图 通过这个指数型增长 我们实际上是做到了每一个RTT啊 每一个RTT Round Trip Time 我们这个阳色窗口会翻倍 翻倍 再来看例子 比如说 这个主机A和主机B之间 刚开始的时候 发一个segment 一个段 然后呢 等到这个段被正确确认 这个到这个RTT正确确认的时候 哦 没有问题 好 直接翻翻 变成两个 变成两个 然后这两个都确认了 也没有问题的话 然后再翻翻 翻倍 变成四个段 变成四个段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做到了 虽然初始的速率很慢 这个很保守 避免这个刚开始 一下子选一个很大的直播网络 造成拥塞 但是呢 这样通过这个慢启动的机制 我们可以快速的把这个速率 给攀升上来 给提高 给提高 好 那现在是不是就有一个问题了 我刚才讲了有 加性的增是一种方法 是吧 线性的增长 然后呢 我们又讲了一个指数性的增长 是吧 那他们两个之间 是不是有点关系啊 怎么切换啊 所以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 何时应该由指数型增长 切换为线性增长 也就是进入拥塞避免阶段呢 这个时候我们要 依赖于一个变量 我们把它定义为叫threshold 我们呢 用这个变量表示什么呢 一般来说用它表示是 Loss事件发生前的 那个拥塞窗口值的一半 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当这个指数型增长 达到了这个threshold的时候 达到了这个值的时候 达到了这个值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它转变成 线性增长 就进入拥塞避免的极致 来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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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我们看啊 这条啊 这条彩色的线 这条彩色的线 在第一个时刻啊 第一个回合啊 第一个传输的这个这个回合啊 那我们看他的这个优色窗口是设置 设置为一对不对 设置为一 初始的时候设置为一 然后的话呢 到第二个时刻会翻倍变成二 到第三个时刻又翻倍 是不是指数型增长啊 变成四到第四个时刻 指数型增长变成八啊 然后我们这条红的这个黑色的虚线 就代表这个threshold的 我们假定初始的时候选择这个threshold 是八 那从到达这个八这一时刻 也就是从这个四 第四回合开始 他就进入了线性增长阶段 也就是拥刺避免阶段 所以到第五个时刻 他应该是多少 这个拥刺窗口就只能增加一了 变成九 到第六个时刻变成十啊 一直增长增长 我们假如说 他到这个第八个回合的时候啊 第八个回合的时候 他增长到十二 然后我们在这儿要注意啊 增长到十二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往下走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发生了那个loss event 就是我们检测到网络有拥塞 检测到网络有拥塞 检测到网络有拥塞之后啊 在一个TCP的一个早期版本 是这个蓝色所显示的 我们从他们叫TCP 在这个版本里边的话呢 一旦检测到啊 检测到这个loss event 他会直接把这个 把这个TCP的这个 拥塞窗口降为一 然后重新进入慢启动的过程 一二四 然后八啊 等等啊 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的话 一旦发生这个loss event的话 我们注意 我们这个thrash hole的这个值 要更新 除了要更新这个 拥塞窗口之外 还要更新这个thrash hole的这个值 这个值更新为多少呢 我们是把它更新为 发生这个事件的时候 它的值的一半 所以发生这个事件的时候 这个拥塞窗口是12 那现在这个thrash hole的 就变成了6 变成6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个蓝线 这个它后版本啊 它后版本 它的这个慢启动过程 它这慢启动过程 实际上呢 我们说是经历了 一二四 然后倒霉到八呀 并没有到八 因为这个threshold在这 所以到了6 然后呢 就进入了线性增长 七八九这个过程 还有这个过程 但这个呢 它是不是有点保守啊 是不是有点保守啊 所以后来呢 我们又提出了一个改进的版本 就是这个reno 它呢 就是按我们前面说的 是这个值行那个加性增 乘性减 所以它呢 真正的是把这个 拥塞窗口 减为原来的一半 减为原来的一半 就是这个12 现在直接变成了6 注意 在第八个回合 它是12 然后发生了Loss Event 所以第九 第九个回合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 变成了6 也就是跟这个threshold 这个值是一样的 那它进入了这个 这个6的话 那它是不是就直接进入了这个线性增长 这个阶段 是这样吧 然后关于这个 我们还有一个更细的讨论 就是我们这个Loss Event 这个Loss Event 我们检测到用色 实际上是有两种手段 对不对 一个呢 是Timeout 超时 一个呢 是三个重复的ACK 对不对 三个重复的ACK 那这两个的话呢 我们说事实上呢 它们是不一样的 我们来看它们的处理是 怎么不一样 对于收到三个重复ACK的话 我们会把这个拥塞窗口切到一半 切到原来的一半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成性减 然后 因为它是正好从那个threshold开始 是吧 所以就开始那个线性增长的过程 而在发生Timeout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拥塞窗口 直接减为一个MSS 一个MSS 也就是最小的那个值 拥塞窗口的最小值 然后的话呢 我们再进行慢启动的过程 就是指数增长 是吧 指数增长 那当然达到42%之后 再现行增长 好 那我现在要问你 为什么这两个的处理要不一样 它的道理在什么地方 你认同这种处理办法吗 一起来看 我们说它还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Timeout事件发生的话 表明拥塞更严重 对不对 你收到三个重复ACK 表明网络还能传说一些segment 至少ACK还能收到 而Timeout的话 则意味着一个更严重的拥塞 所以更严重的拥塞 那我们就应该把自己的速率降得更低 因此就降为1 而三个ACK 我们就把它降到一个 原来的一半 原来的一半 所以我们看到 刚才看到就是那个 那个Reno 我们可以翻一下上面这个 上面这个 在这个Reno这个地方 它降到了原来的一半 那你应该能猜测出来 这个时候发生的这个Loss Event 是什么呀 是通过三个ACK判断出来的 对不对 三个ACK判断出来的 好 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 当雍色窗口的大小低于这个Threshold的时候 这个发送方处于慢启动阶段 此时雍色窗口应该呈指数性增长 当雍色窗口大于Threshold的时候 发送方处于雍色避免阶段 这个窗口应该线性增长 当收到三个重复的ACK的时候 这个Threshold应该减为原来的一半 然后的话呢 雍色窗口的大小也减为原来的一半 就是跟Threshold一样 而当Timeout事件发生的时候 这个Threshold是减为原来的一半 而雍色窗口直接减到一 直接减到一 所以这个呢 我们说就是总结了一下TCP雍色控制算法的核心的思想 核心的思想 那这里我有更细的一张图 更细的一张图 那时间关系就不给大家讲了 大家可以 你可以回去 再仔细的阅读一下 下面来看一下 TCP雍色控制的算法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算法 我们来看 首先 这个Th代表那个Threshold 那当然你初始的时候 你可以选一个合适的值 然后雍色窗口的大小 我们首先设为一个MS 设为一个 然后的话呢 我们说慢启动 或者说是指数增长的过程 当我们没发生这个Lossie Wint 并且这个雍色窗口小一这个Threshold的时候 我们会发送这么多的段 发送这么多的段 按雍色窗口发送这么多的段 然后的话呢 每收到一个ACK 我们把就这个雍色窗口加一 从而实现指数性的增长 然后的话呢 我们说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雍色避免阶段 是吧 因为大于Threshold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线性增长 所以当没有数据包丢失的时候 那我们会发送这么多的段 然后的话呢 我们说这个是 对 所有的这些 这些段都收到ACK之后 才加一 所以这是线性增长 就是一个RTT才加一 然后呢 当发生Lossie Wint的时候 我们把它减半 是吧 然后的话呢 如果并且判断 如果是三个重复ACK 那我们说这个雍色窗口等于Threshold 如果是Timeout等于1 然后重复执行 重复执行 所以的话呢 我很建议你去 你去写一个 TCP的雍色控制算法的程序 并且模拟一下 模拟一下 来分析一下 分析一下 好 来看一道题 一个TCP连接 总是以1KB的最大段长度 就是MSS 发送TCP段 发送方有足够多的数据要发送 当雍色窗口为16KB的时候 我们发生了这个超时 如果接下来的四个RTT时间内的 这个TCP段的传输都是成功的 那么当第四个RTT时间内发送的所有的TCP段 都得到肯定应答的时候 雍色窗口的大小应该是多少呢 请你动笔计算一下 这里考察的是我们前面讲的这样一些基本的机制 一体来看答案 发生这个超时事件 是吧 发生超时事件 所以这个Threshold 最后的按照TCP的算法会降为原来的一半 那就变成了8K 优色窗口会变成一个最大段长度 是吧 所以的话会变成1K 会变成1K 然后的话呢 这个时候它应该进入什么阶段啊 是不是应该进入慢启动阶段啊 所以是指数形增长 所以是1个RTT之后呢 变成2K 2个RTT之后变成4K 3个RTT之后变成8K 对吧 8K是不是就已经到达了那个Threshold的这个值了 所以这个时候慢启动是不是就结束了 慢启动结束之后就应该进入线性增长阶段 所以4个RTT之后 它应该是增长一个MSS 对吧 所以的话是增长一个 那就是8K加1K 是9K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TCP优色控制啊 TCP优色控制啊 简单的啊 给大家讲了一下啊 简单给大家讲了一下啊 希望你呢 在课后仔细去啊 仔细去琢磨啊 去琢磨这个TCP的优色控制啊 优色控制 好 谢谢